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 今年4月共交付54架飞机 令今年迄今交机量达到181架 虽比起去年同期下滑5% 但依然胜过美国竞争对手波音 空中巴士周二公布 今年4月卖出5架飞机给客户 令今年迄今新订单数量来到161架 相比之下 波音先前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迄今交机量为156架 并赢得154架飞机订单 Airbus计划今年交付720架飞机 该公司原本设定于2022年达成持水平 但因供应链问题将目标下调至700架 甚至最后取消此一目标